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又到今天又是我牛英 那請來的嘉賓呢 我們一位很熟悉的老友 我們找來黃春榮教練 Hello 姐姐 如果在跑界呢 我想大部分認真跑的朋友 都一定認識你的名字 黃春榮 當然啦 我就不敢直戚你的名字 我們見到你都很恭敬的教練 不要這樣說話啦 你在黃教練就行了 好了 那都要開開一點點 我們黃春榮教練的一點點鋪快 因為為什麼呢 我記得都認識了你20年了 很長時間 20年了 就是20年到現在都一個長時間 有一點就是當時初初認識你 就是叫做 好像李嘉倫介紹的那時候 我記得 那當時就 哇 喂 牛英介紹過前中國國家隊 馬拉松運動員 你認識嗎 那當時就認識你了 就是叫做 在國內過來香港 是 繼續教人的 就是搞一些後輩 是 當然啦 我沒有機會成為到你的後輩 不要這樣說 不行啦 你跑得太慢了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OK 其實在 除了本身你是一個長跑運動員 其實你在過去20年都不斷在香港進修 是啊 我是一個很喝喝的人 喝喝 喝喝 喝球 喝球 喝球學習 沒錯 OK 其實我跟你說國語都可以 不過你不會聽得懂我說什麼 唉 我都會說廣東話 你覺得很流利 剛剛你也是拿了香港教育大學 PGD文騰 是 就是一個是recognize的一個教師 是啊 就是叫做體育教師資格 是啊 是啊 都很難得的 那麼先頭請你上來 就是想開一個題目的 是我們很多跑友的私心來的 是 其實之前幾年都叫做疫情 是 很多跑步比賽都停了 是 那我們經常說2023年 其實現在開始叫做賽季開始了 是 賽季意思就是那些比賽可以發生了 是 OK 尤其是我們現在見到就是 譬如接下來 11月有個港珠澳半馬 是 然後12月有個全城街馬那個全馬 又有半馬又有 是 跑冬歲 是的 明年年初香港馬拉松又來了 是 跑西歲 整天香港都有三個長途的賽事 是 那再加上日本啊 台灣啊 澳門啊 哇 真是多到數都數不了 是 很多 那我們現在經常見到在運動場 都很多 無論是跑開的 或者伸手都很多的 那想今天呢 你分享一下 喂 如果我沒有什麼參加過比賽 其實過往三年都沒有參加 喂 重新投入 我應該是 是 跑十公里先啦 半馬先啦 還是全馬先啦 還是我可以 一下子就報全馬啦 即是心紅的嘛 因為我報了名字 告訴別人我報了全馬 其實都已經 很有虛榮了 啊 這個很大的難題 扔過來給我 OK 那如果從這個教練的角度來說 那你這個全馬 半馬 十幾的運動員 他需要訓練的時間 是不同的 不同的 如果在這個全馬的人 你可能提前半年啦 甚至在九個月去做準備的 就不是說 噢 今天報了全馬 我就天天就去 可以跑比賽的 是的 那如果是一個 撥馬的運動員 可能就會好少少啦 可能你準備三個月 就已經有機會跑到 但是呢 前提就是說 你自己在那邊 哎 我是不是跑完了之後 在床上面停了多久啊 嗯 平三日一個星期 拜哈拜哈 走路沒有到上班那些啊 那這個情境說 真是取決於 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你說 啊 我想安全全 跑完這個十幾 半馬全馬的人 那你就提前做準備 那如果你說說 啊 我要先開始練十幾 會好些咯 嗯 十幾慢慢慢慢跑半馬 跟著再慢慢慢慢跑全馬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時限上 嗯 你會見到可能你跑 用三個月的時間練十幾 當然啦 這個是一個初學者來說的 就之前呢 就沒有怎麼參加過 運動 跑步那些 如果你說 哎 我已經是一個 精英運動員 甚至呢 我已經跑全馬 可以跑三個小時 以前跑可以三個小時的 全馬 但是呢 我因為沒有一種原因停了 嗯 那麼我可能會想 真的反反跑全馬 可以不可以 那你就真的要去 用幾個月的時間去做準備咯 是 喂 我剛剛聽你說呢 有一個時空呢 我覺得很吸引的 無論準備十公里啦 是 半馬啦 或者全馬啦 你都是說三個月 嗯 OK 好吸引哦 如果是3個月、6個月搞的那樣 容易記 另外 人家的身體是28天做一個循環 28天做一個循環 是啊 你的生理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28天 你休息兩天 你就休息不了一個月 很容易就一個月 一個月就這樣出去 所以生理上 如果是你用這樣 生路搞的那樣 容易記 其實你建不建議 譬如好像我那樣 又老又肥的這些 是的 建不建議 譬如說我譬如丟下了3年沒有比賽 沒有玩比賽了 重新來過 就是當作坎吊重練了 就是應該是如果再玩比賽 應該是由10K開始 是不是 如果在10K 當然是最好 你就不要一下子就說 啊 因為邪娃娃也好 有朋友說話說出去也好 各種原因 就是不行 我以前跑去全馬 我現在一定有跑去全馬 不是這麼難 就真是有儘量 就是你從短的開始跑氣 就是開始慢慢跑步馬 然後就是跑去全馬 那這樣呢 是避免你受傷 其實你講真 每個人進步不要緊 你進步的幅度 每一天都在進步的時候 那當你在3個月 6個月的時候 你每一天都在進步 加上一起呢 那些進步的幅度就很大人害怕 就是都應該循序漸進的 沒錯 就是我雖然都叫做很aggressive的啦 就是很拼命的啦 就是如果我從10公里開始 就是其實我從沒有比賽過的 一晚一晚10公里 其實都可以拿個命的啦 嗯 如果你真是想出比賽的時候 難道你都是很想把時間跑得好那些人的啦 就不會說啊 我跑完整就可以了 因為曾經呢 就很多運動員講過說 站在青馬達橋拍照啊 或者站在維園那裡拍照啊 在賽道上拍照啊 這些東西我就不贊成的 因為為什麼第一 你的安全問題是不是 另外一個呢 就是你站在那裡的時候 後面的人不停的過來的時候 都有機會撞到你 所以你看一下 這個呢就是你自己的心理到底想做什麼事 你說我為你拍照啊 為了健身啊 或是為了完成這個誤標的比賽呢 就是應該我見你的學生呢 跟得你那些大部分的鬥心都很強的 這個呢 強到就好像一個瀑布 整班學生呢 在運動場那四百米呢 就一浸一浸地蓋過來的 我懶得這個呢 就是作為一個教練來說呢 第一呢 要交曉運動員啦 又有目標啦 另外一個呢 要去引導運動員 其實運動員到你這裡來的時候 他什麼都不懂的 那你要去交曉他 遵守運動場的規矩啊 隊友攻得身啦 就不要說 他是以自我為主的啦 是的 所以當他有目標的時候 他自己很清楚 很會主動的去做 那他主動做的時候 那個目標清晰 他都訓練上 訓練得來呢 他就會好好成績啦 OK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會有個困難呢 因為我見你教的學生呢 由八九歲 十歲 去到五六十歲都有的 是的 那其實 他們那個需求 是會很完全不同的 是嗎 不同的 絕對不同 但每個人都這麼聽你說的 有條藤條在後面 那個藤條是敬早運動員啦 是的 那所以你就會 我自己呢 就會 可能會用了很多時間 去跟這些運動員 每一個人去談戀啦 就真的要知道 每一個人是 需要的什麽 那你需要的什麽 你給什麽支援他 你就不要說 全部是一鍋飯那麽為他 就不會這樣做 就說原來你是需要一個敬早的方向 那我就幫你練敬早 如果你需要一個麻辣蟲的一個目標 那就練麻辣蟲 如果是一個小孩的話 他不知道什麽叫目標的時候 那你就建立一個目標 選給他 那你就交曉他什麽叫目標 那什麽叫功德身啦 自我管理啦 你都要去教的 如果我這麽聽 就是其實都是教了 怎麽做一個叫做 思想健全的跑手 可以這樣說啦 那有件事我就最吸引我是什麽呢 很多時候我在運動場 見你教那些學生 當然啦 就是我去偷聽 另外一回事啦 但是目視呢 我見你會經常教那些學生 他們互相踩大腿 踩腰 OK 這個是不是一個恢復的方法 這個是一種恢復方法 因爲它這種在練完之後 慢跑了之後 就屬於物理性的恢復手段 因爲它有很多人去做伸展 瑜伽 物理治療 如果在學生或者搶腰圓的時候 立刻做這個處理 可能效果會好很多 最好的 如果以這個中學生來說 你想叫他去花更多錢的時候 他是一件難事 是的 這個是要省錢 OK 又省時間的方法 那你就要求他們 那你們互相你踩他們 我踩你啦 是的 那我見你通常都由你 動手最多的 哈哈哈 因爲我最年輕的那個 哈哈哈 那譬如 有什麽建議一些訓練方案呢 那我真是沒有什麽比賽的 是 我定了目標10公里 有沒有什麽的訓練方法 你可以 就是叫做 那你們可以試下這樣做 就可能做到你們的成績的了 其實呢 有一個那個法特蘭克跑 那這個呢 在一個長時間 在自由性的一個變速跑 那這個是屬於一種遊戲的跑 那你如果是可以在草地上面做 又可以在運動場做 那你又可以在行山的時候做的 所以這個不受限制 長時間的變速跑 沒錯 那它屬於一種遊戲玩的 所以呢 這種訓練方法 用了很多年的了 都應該有 三四十年 都應該有了 那它是一個 你假如說我今天有一個小時的訓練 或者我去同人的行山 有三個小時的時間 那你就說 哎 突然間兩個傾傾傾傾傾說 哎 我們來呢 作為一個加速跑 那你跑得氣喘的時候 你就可以停下來 可能是60米 100米 150米 然後你慢慢做兩個人開始聊天 那在不固定的場地 左邊做跑 這個聽起來都幾吸引 是啊 因為這裡不受限制 因為辛苦的時間很短 沒錯 覺得頂不住就可以走 沒錯 但是以時間作準 就不要管他們 是的 還有這個是不是會更加適合夏天的訓練呢 這個呢 在相對這個初學者呢 是更加不容易受傷這種訓練方法 因為這個是以餘的東西為主 你看 它不受地理環境影響 如果是你跑400米 1000米 可能你一定要處運動場 是的 那由一個標示限制你 那這種訓練呢 就不需要的 那它可以在一個公路上 一個草地上 一個在山上邊 你一個人又可以得 實個人又可以 是的 那這個都幾吸引 是的 所以它叫一種遊戲 叫長跑遊戲 越野遊戲 是的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 初初入門 就是叫做 由不是認真跑到開始認真跑 就可以經歷 就是去每個星期 都做這些訓練 是的 OK 那這個是十公里 但是做半馬的訓練 都可以同樣玩這件事 是的 這個可能 如果是到半馬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OK 太個嬰兒了 是的 真的需要一個 有樣子 沒有樣子 專控訓練 要需要這些 一個系統的訓練 沒錯 但是那個系統怎麼來呢 就是說有樣子就是一個長跑 是不是 是的 OK 沒有樣子就是 你跑400米那些 400米那些 是的 OK 除了這兩種 是不是都要做一些 在中間的位置 五千一萬 二千 三千 那有些人都會用 一千六 二千四 四千 五千 十K 十二K 十六K OK 每一個教練可能用的方法有不同 每一個人呢 採用的方法有不同 嗯 但是如果譬如好像我這些那樣呢 就是說當很久都沒有比賽過了 那現在要玩背馬呢 可能我就要練習 三個月加三個月了 六個月了是不是 都可以 絕對可以了 半年你怎麼都可以跑這個背馬了 就是要安全一點 是的 就是三個月加三個月了 就是可能我 原來我定了未來三個月呢 我就只能夠報10K而已 那它安全系數過很多 就是除非我心紅 是的 是 心紅啊 你喜歡我怎樣跳樓啊 另一回事啦 哈哈哈哈 這樣都不好 OK 但是如果以安全性來講呢 就應該是 就是先參加過10公里先 這個穩陣一點 過了第一個門樓先 過得到呢 就跟著背馬了 是 喂 但是由半馬去叫做進展到全馬呢 其實是不是人人都可以 還是不行我們半馬跑好些先啊 哦 你應該是這麼說 應該是說 你要看看你自己是什麼目標 要求什麼 如果你說說 哎 我想說跑六個小時的 嗯 那六個小時你想想 一小時 是 六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九十分鐘 你跑十K啊 嗯 就九分鐘一K 是 你可以走到走到 你出了糧便可以去報的了 是啊 是啊 沒錯 所以變成了 就是說你真是看看你自己什麼目標 如果你是很單純的 我自在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了 我們好像香港的駕馬 有推BB車的 有鯊魚的 有那些拖盤的那個 Veta那些人的 那他們都是跑了一個很好的車馬 那變成了 如果你不同目標 那你就去做不同的事了 嗯 你就不要說哎 我練都沒有練的人 我就去 想去 跑 全馬 那第一呢 就先問一下自己的目標 沒錯 要完成的呢 是 而希望在那個大會的限定時間裏面呢 就應該不難的 容易 是的 容易的 是的 但是如果有少少要求的 就是少少了 那就是兩個世界了 因為通常 現在有些名詞啦 早年我們只是聽到十三的而已 現在都聽到十四啦 喂 十四一個拖馬 其實都應該是 入門版要做到的 就是60分鐘啦 就跑10.5公里啦 是的 那變成了 就說都有5分50 5分50的時候呢 整個運動場 就2分鐘 2分10 20 是的 2分20一個圈的 那真的都會難一點啦 對一般人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啦 不容易的 OK 如果是你想不練習 你2分20是做不到的 做一個2分20就可以了 那就400美 對的啦 有些人會這樣計的 誒 你看 我做一個400美 做一個就可以了 是的 那我做一發個好 原來就做到了 OK 是的 這只是開玩笑 但是呢 就不要這樣計啦 真的不是 所以跑了一個400米之後 你還要 還有99個 還有99個 99個未做 所以變成 就是當你怎樣 可以 我做了低一個400米 另外的 90幾個的時候 怎樣完成 這就是一個很 嚴重的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問題 那我就說 第一 你希望你一開始 我自己去教我們運動員 一個初學者 我會怎樣呢 我不會再叫他 第一時間你去跑個五幾十幾的 我就會跟他說 哦 你自己跑一個五十米啦 你下來走啊 五十米啊 下來走 大概一個半月左右 這個人可以完成一個十公里的 一個全程跑 他在一路中間不用休息 是的 那他慢慢慢慢 五十五十五十米 他能跑完之後 你會見到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 他應該都可以跑到一公里的 你完成 真是當你跑到一公里 五公里 十公里 全部用跑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哇 我一個小時 跑十點五公里的時候 就很容易 當你覺得說 哎 我十公里我都完成了 那你再去跑一個全馬 就四個小時以內 就真是容易了 嗯 這個呢 就除了你跑里數以外 這個信心都很重要的 是的 這個信心就要靠你平時 怎樣去鼓勵他們 啊 餓他多些 不要餓我了 我跑了 是的 但是有一個名句 我經常都聽你說的 就不單止我 就有很多 外面的跑友都 你鼓勵他們的 就是說 你經常都提醒那些人 喂 跑步不是只用腳的 是呀 要用腦的 是呀 你這麼多用腦 我現在還要求我們運動員也好 甚至乎我成年的運動員也好 我都跟他們說 你有導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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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就是導師 所以呢 這一陣子 我們運動員 都好 幾個人都讀完master 畢業的 哦 OK 即是被你這樣 餓了這麼久 就終於叫做學業有成 是的 還有呢 他運動成績都很好 包括那個 曾富強 是 參加世界越來的MiuToy 是的 是的 包括周康列 現在的全馬都做了兩次實交 你看運動成績 很多同事呢 他們都是master畢業 包括那個Woodi Wo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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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愛行華人現在最好的時間 是 都是master畢業的 嗯 那你的俄工都有一些功效 是不是呀 厲害了 但是呢 都要講一講的 就是 我見很多時候 我記得你在運動場 就教那些人跑步呢 有一句呢 就真是很受容的 是 就說 喂 其實跑步最重要是 瞬間的法力 是嗎 是啊 喂 講講來聽聽 這個是我覺得 得益好心的 這個其實 講起來呢 就很簡單的 做不到的 做不容易 不容易做到的 他真的需要很多時間去摸 那這個 所以每個人到這裡的時候呢 就第一時間去學肌肉操控 嗯 嗯 現在房間在講公民性訓練 嗯 是的 其實我這裡呢 就是 講的屬於叫發力點 嗯 就好像那個 曾富強 就是那個 參加世界月夜金秒賽那個 那個 他都是 第一時間來練習的時候呢 他差不多兩個月 他就說沒有怎麼出街跑步 他就在我眼睛前面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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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到他就說 哇 我可以不需要你練習好耶 我可以練月夜 我可以玩山都很聰明的 這個運動員 到你這裡 不給跑 不給跑 只是在那裡練瞬間法力 不斷去做 不斷去做 沒有一種動作 不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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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時間 他自己都沒什麼 哇 是不是這個運動員呢 這個身體的時候 他在很短時間就可以做到這麼好的成績 就是說真的需要一個運動員 你要知道自己做什麼項目是怎樣發力 你的理論就是一套 你玩體育的人全部都是同一個理論 就是說你讀書也好 我自己讀書也好 我看的書 所有的書都是同一個理論 你看到你的體操要讀你的理論 田徑又是打戰 又是排球那些 所有人都是看一本書 都是看一本書 但是回到專項的時候 就沒有一個不同的教練 是的 那我自己就說 當我在一個田徑運動員的時候 你一個抬腿在哪一個點位發力 那你要去登腳的時候 在哪一個位幫你去做到這件事 我可以這樣詳細就這樣 是的 而你也是會花很多心機 是 真的要去不斷做 做到你看到 快對了為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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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跑步有很多技巧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技術 雖然是很簡單 那些技巧其實是來自 達到的目的就是 你會跑快一點而不受傷 是 如果我們旁邊的聽眾 有些人都未認識你的 或者未去 未有機會領略過你的教導 怎樣找到你 因為我自己本身 在沃森市的長矛隊教練 那我就掛了不同的那些跑會的教練 我如果這樣數 都十幾個說不完 但是就有機會的可以星期二 星期二、星期五 沙田運動場 沙田運動場 傍晚見到你的了 是的 六點半打了 很多年了 二十年了 是的 不認得你的樣子 留意一下哪些教練這樣說話 就可以了 或者看有沒有見到那些教練 在那裡踩著學員的大腿後筋 是吧 那我就一定是我 那個就是你的了 是的 多謝你過來分享 那也都希望我們未來 叫做未來的賽季 我們的跑友 無論玩10K背馬或者全馬 都可以不要受傷 是 沒錯 最重要 平平安 是的 OK 多謝上來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